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来最年轻 只得39岁的法国总理 最突出的不是她的政纲 而是她的爱情故事 几乎可比美金庸先生所者的 神雕合女的杨过和小龙女 15岁已经痴痴地等待她的中学老师二中人 大她24年 等到她结婚了 生了子女成群 才终于得上所孕 她打败了主张脱欧对手 正常情况下 如何推你分析市场智慧下 欧罗一定大升 对不对 若果你什么都以为市场容易被分析 这就不是外汇 我这个核保汇战一直有段段续续分析法国大选 先找两三个星期便看到了 无论选前或选后的想法 我已经在上一两个星期有所透露 一直要留意的一件事 不妄创 昨天我亦不厌其烦地 白纸黑字给你们看 虽然我的表太长 因为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所有货币、商品都齐势 但很难放上视频 所以多得同事和我再打一张 只能看到货币和黄金 是我所说的内容有关的 我昨天给你们看一张白纸黑字表 正式大选前两个星期 欧罗空仓已经全部平了 净空仓只有1700张 其实是没什么 我的盘比他大 老实说 未平仓的欧罗盘几乎等于零 亦没有长仓 真是很奇怪 平到一点都没有 换句话说 香港为了一直恐怕极右派 脱欧狂魔而建立的欧罗空仓盘 一早已平了 所以市场亦没有空仓 大选后许可行选 到目前为止 结果出欧罗 只不过相应为了MATRON庆祝 但升到1.1040高位 很快就跌下来 上星期和你们说过1.1050是阻力 这张图表是最重要的 先提醒你们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是Fxe Fxe图表是一张以欧罗为主的基金 那种基金叫ETF 在市场上有得交易 是一种ETF图表 全部以欧罗为主 欧罗上升欧罗下跌便下跌 图表上有三个紫色方格 一路向上走 由2月份到现在 上两次去到顶 又跌下来 一次是这样 两次是这样 今次第三次上到顶 未曾知道会否和上两次一样回落 未曾有行动 未曾有行动 接着那几天才能慢慢看出苗头 但很明显 似乎106 右手边有白色格 106是一个阻力 这阻力位可否令第三次到顶回落 即是三度直阳西下 所以这是其中一张表 如果不够深入便不如不要研究 再给另一张图表 这张是以美元为主的ETF 跟刚才一样是基金 但以美元为主 2月份到现在相反地向下走 当然我这几周经常说 很多时黄金和美元相反走 欧罗和美元亦相反走 所以刚才那张欧罗 现在是第三次上升 两次跌下来 今次轮到美元 这张是以美元为主的 2月份到现在相反地向下走 看到绿色线和两个紫色方格 每次去到底部弹上 去到底部又回升 连续两次了 由2月份到现在 现在来到第三次跌下来 亦未曾知道会不会像上两次 会不会弹上去 真的要看多两天才知道 因为很明显 右手边的白色格数目指 25左右是一个支持者反弹的 即是说大家在接下来 这个星期还有几天 至少看今个星期 会否在此反弹 现在是未曾知道的 你问我坦白说来说 还要参详所有其他因素 好像我上两个星期有两次说过 即使他当选了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现在只有脱欧问题暂时避过了 脱欧问题是对欧落最重要的影响 这事似乎没有了 欧落应该不会再向下走 但美金又会如何呢 因为美金的升和额跌 亦对欧落的影响非常大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外汇是非常繁复的 现在要知道很多事情 我现在又给第三张图 这张是商品有关的 是Commodity 这张图叫做GDX的图表 这张GDX的图表 是跟欧落为主的基金图 一张是美金为主的基金图 这张是商品 特别是黄金为主的ETF图 这张图表明显由去年年底 这张不是由2月 刚才那两张是由1月开始 由去年年底到现在 曾经两度两次从底部回升 但到4月底终于跌破了23元的支持位 而另外的商品是铜 这张图表明显由1月底下跌至1.4% 这张图表明显由1星期内跌至3% 黄金也是跌至1.4% 昨天的商品 Display 似乎是回应美元的升势 而向下跌至1.5% 即是黄金和美元大多数是相反走势 沿路的美元的波路 刚才黄金和美元的波路 刚才那张美元的波路 但商品方面的波路 如果这样推理下去是否欧罗会下跌? 总结说了这三张图 大选陈威落定后欧罗的走势似乎蝕了气 我昨天给大家看《长瘡短瘡》 过多月以来空瘡的欧罗平瘡 平瘡到现在没有为止 这次欧罗在很多基本因素上认为会升 会否升呢?我仍想看多数日 看清楚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图是否有道理 是否认为欧罗今次会慢慢升上去 说完欧罗昨天我又跟你说关于澳洲 我看它会跌到73 甚至下一个目标经应该是7288 澳洲已经跌破支持位 昨天所说的提出的7385 现在是736多 看来今次我又会重回澳洲 应该会向我给大家的目标 0.731020左右 食股位向那里进发 看看今晚会否到 明天才到你们那里